爱情之所以美好 是因为它记得住时间的考验 每当有特别想说的话 都记录在我们买的明信片里 这是李静和妻子李晨思彼此的约定 2020年10月 在新婚典礼前两个月 李静鼓足勇气和妻子商量 推迟婚礼 婚礼延期的失落 疫情之下的担心 长久分离的难过 一下子围住了李晨思 让他不想多说一句话 但尽管有千般不舍 万般担心 李晨思还是选择默默支持丈夫的决定 参见忠老铁路 特别是最忙的那段时光里 李晨每天都只睡四五个小时 他协调时工 编制焦底 研究方案 忙到忘了妻子的生日 忘了他们的第一个结婚纪念日 深夜里李晨把想说的话都写进了一张张明信片 有异乡的思念 新奇的见闻 琐碎的日常 更有深深的愧疚和遗憾 在老挝的417天里 这样的明信片 李晨思一共收到17张 2023年4月13日 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跨境旅客列车 李晨思 李晨、李晨思 带上他们的明信片 一同踏上了昆明到万象的首发列车 能带妻子重走每一座他参与建设过的战房 这是李晨内心最自豪也最有意义的事 他们一路长谈 重温中老铁路战房建设的攻坚故事 回味那些跨越山川河流的浓浓思念 李晨兴奋地拉着妻子出战 迫不及待地 想让妻子看看这个 倾注了无数心血的精品文化战房 看着恢弘大气的战房 回想那些异地的种种过往 李晨思的眼眶 不禁泛起了泪花 他第一次感受到这个趴耳朵 抑制不住的兴奋与自豪 也切身体会到了明信片里那句 今天通车了 终于完美地给公司和国家 交了份答卷背后的责任和价值 在万荣车站 李晨向李晨思深情告白 他们共同写下了在老窝的第十八封明信片 过去一封封明信片跨越两国山河 从老窝寄到昆明需要半个月 如今 这样的思念 可以朝发夕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